国家银行早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银行业的净利 转幅 回弹速度 可能比预期来得慢 6月份的贷款成长相比5月也有所放缓 但是处于健康水平 今天线上分析我们请来了 丰隆投资银行零售分析员陈俊杰 来点评我国银行板块的走向 俊杰早上好 早上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在银行业贷款成长放缓 和最近美国银行评级下调的情况下 您认为我国银行业表现会否受到影响呢 那么自今年3月以来 美国银行接连爆发了危机 引发了这个市场的担忧 而这也导致了规模较小的区域性银行 面临了存款流失 资产价值缩水和不良资产风险上升的挑战 这再加上美联储持续的升息政策 以及经济放缓 导致了债券价值贬值和融资成本上升 进一步了使Fitch Moodie和S&P下调了银行的评级 而这也导致了美国银行股价的下跌 那么尽管美国银行正在经历一轮风波 但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的银行股不大可能会受到相同的影响 首先投资者需要了解的是 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要求 我们的本地银行必须要保持一个大于100%的流动性覆盖率 换句话说 我们的本地银行必须要有足够的现金来满足美日替换的需求 因此与美国第一季度的银行倒闭潮情况不同 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不大可能会发生的 其次马来西亚本地银行的资产负账表 依然保持着一个较强劲的状况 毕竟过去两年各大银行都做出了 Pre-Active Provisions以应付坏账的出现 所以在考虑到马来西亚经营不大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加息的情况下 我们不认为会有更多的不良债务出现的可能性 而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发生S&P银行的事件 但目的仍然维持了对马来西亚银行业的稳定的一个评级 而这进一步的强化了美国银行股 对马来西亚银行业影响甚微的一个看法 是的 俊杰刚才你有提到 就是我国的银行股不大会受到影响 我们看到的就是我国银行股这几天也有走跌的趋势 那针对这一点您对散户有什么建议呢 那么尽管最近本地银行股在美国银行股的影响下 有小幅度的回调 但总体来说呢 自六月以来银行股的表现其实都已经相当不错了 所以考虑到目前银行股的涨幅 以及即将公布业绩的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投资者可以考虑等待 业绩不确定性逐渐消散后才再开始建成 那么总体而言呢 凤隆投资银行维持对银行业一个真实的评级 我们预计在没有房容税的影响下呢 银行股的业绩会有一个13%的一个跳跃 此外呢 目前银行股正投资在一个相对低廉的估值 大约为0.86次的这个price to boot 也就是我们平时5年以及10年 negative one standard deviation的那么一个水平 所以对于想要投资银行股 以搜寻股息的投资者 我们可以考虑Maybank Alliance Bank以及RHB 毕竟他们现在正给予大约6到7%的一个dividend yield 而倘若你是寻求着一个股价的反弹的机会的话呢 不值得大可以考虑投资这个public bank 好的 非常感谢俊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